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詹怡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一步一脚印 发现新台湾 人生走一遭 如果认真说起来 我们可以说自己是在创造一个故事 但您希望你自己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是绿制片还是暗黑版 或者是一个喜剧片呢 今天我们要带您看的第一个主角 他很有意思 他是一个拍摄纪录片的生态摄影家 如果说他的人生是一出戏的话 那么跟他对戏的 就是一些不受控制的那些野生动物 像是野鸟啊 鹰啊 水鹿啊等等 而在过去的三十个年头 他总是上山下海去等动物 安安静静而又非常费力的 去为台湾这块土地上 那些很不容易拍摄到的野生动物 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 你觉得你跟其他人看上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第一个我不是兴趣 我几乎很像职业一样 所以我的出发点当然不会一样 那我一定要拍到一定的程度 刘烨明对自己作品有要求 选择野生动物为主题 让他吃了不少苦 为何还继续拍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不要跟他做任何的人类行为上的互动 我只要有心去认识他 去皱爱他所可能会出没的地方等他就好了 那我真的也不用说要发公文给他 要发通告给他都不用 大清早从台北南区开车到巴黎乌水厂 个子小小的刘烨明在墙边架起摄影机 等待黑赤渊分享他的家庭生活 35岁以前刘烨明曾经是拍广告的 那个当然是比较容易赚钱 可是那个东西你再怎么努力 好像都是别人的 那我现在的努力的成果好像是自己 有点避世有点怕麻烦 但转行拍动物也不是不麻烦 小小个子要扛着沉重机器跋山涉水 尤其是拍冬季后鸟 在一望无际的那个海岸的时候 或是湿地的时候 反而我个子小有好处 因为我蹲下来他不容易发现我 虽然有优势 但拍动物真没有容易的 民国八十年代 摄子岛还没有提防 刘烨明曾经去追踪 掌潮石 欲横磕的鸟类 但湿地一望无际 找不到眼闭雾的他 突然看见一块大石头 我好像好棒 我可以躲到那个石头的人 那个石头 好 结果我就开始浅浅浅到 那个接近那个石头 才发现是那头死珠 因为它膨胀很大 然后当然我也还是躲在那里 虽然很臭 但因为这样我可以拍到 玉痕科很近 所以它会跑到我前面来 因为不能发通告给他的模特儿 刘烨明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去追拍 则新这几年他发现 毒石边缘 烟鸟似乎多了点 今天就在巴黎 拍到黑池苑爸爸妈妈 捕食育幼的珍贵镜头 我记得在十五六年前 大概有十六年以上了 那个时候 尤其我刚开始拍鸟的时候 黑池苑是被列入 濒临结种的鸟 现在在台湾 几乎很多地方都有 从南到北都有 都有蛮多黑池苑的繁殖记录 我们对环境的使用有改变 山中岁月长 但时光飞逝也是不争的事实 刘烨明还是用一样的耐心 去对待大自然 工作室里 不同年代的摄影剪接器材 陪他度过一段段山中 水边的日子 应该不会累 第一个是我自己喜欢影像 又是拍着自己喜欢的野生动物 所以我倒没有感觉累 其实还是对拍摄的对象 有兴趣的 不只好奇 也因为动物让他体会 众生平等 万般自在 应该是说 你可以看到一个 跟你同等深入活在跟你同样的环境里面 你只要对他很友善 他也一样对你很友善 然后你跟他在一起工作 你会发现说 他完全不用去 你不用去管到一些 什么人类应该有的那种所谓的礼貌 什么其他都不用 你只要跟尊重他 跟他在一起 近到生习相闻 动物也需要对人类包容 没有戒心 但这样的动物也并不多 这群好奇的水鹿 是他在中央山脉某处 扎营一周后等到的 因为他没有碰到人类最坏的那一面 就是打猎的那一面 所以他对人完全没有戒心 安然奇妙的相遇 是摄影作品之外的收获 接近70岁的他 最近做了个惊人之举 捐出七百卷影片给零物局 因为我的数量非常庞大 那国家曾经数位典长过三分之一 那政府就说他没钱做 做数位化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东西 还是要给全台湾人民看得到 那因为这个经位非常庞大 那不可我个人来处 今天他又到基隆海港边 等凤头苍蝇和游准 事实上每个点 我现在都还不断地回去拍摄 早期我有想到 赚钱要去非洲拍野生 但我真正在接触到 台湾野生动物就发现 我根本就不用去非洲拍 但是我只要把台湾的动物 自己生长的动物 能够更认识更了解就够了 那个时间我宁愿化在 自己本土生物上面 第一个我也承认我拍不过BBC 我不如回过头来 好好的把台湾的动物 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 给我们的下一代看比较重要 他总是说穿迷彩找眼闭 其实是安慰自己 动物的五感比人类厉害 当然都知道人存在 只是需要花时间去接受 也会观察你 为了让育幼齐的猛情 接纳他的存在 他曾经在树上搭小屋 陪他们长期高空生活 我在拍野生动的时候 你可以坐下静静地看他们 那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来想一些问题 因为没有旁人会打扰你 他也不会问你在想什么 对啊 那我也不用跟他讲 我现在想什么 而现在在海边 跟渔港有点距离 只有海浪和鸟生陪他 安静地跟自然相处 拍摄者跟被拍摄者 在天地间一样渺小 那很容易 比如说我常到深山里面去 一过就是十几天 没有信号 没有电 没水 如果你自己本身装备齐全 或是说不要自以为 人定胜天这个道理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会发生 当然天后的变化是 你要特别注意的 当人重新学习去适应自然 在这地球上也有许多动物 已经被迫去适应人类的城市 基本上现在台北市的 尤其是大安森林公园的 生物像是很丰富 越来越丰富 所以也使得像凤头苍蝇 以前不太容易见到的鸟 我们都在都市的公园里面 都可以看到 这个公园里面 没有太大的使用一些农药 或是人为干扰太大了 所以应该是生物要回来 还算是蛮容易的 可惜的是毕竟不是真的自然环境 鸟儿 松鼠 昆虫 将就着用可以 但川流的人群 运动时放音乐的噪音 公园外面的车水马龙声音 总也还是存在 基本上大安森林公园 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公园 它的水泥 人造的设施不多 但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植被不是很好 那很可能跟运动人口有关系 刘叶明还是有他心中 理想国的样子 可惜每个人脑海中想的都不一样 只能盼望越来越多台湾人 能有共享者精神 虽然在城市生活 也不要独占这个岛屿 过去的我们都回不去了 那我们应该想想 未来我们要怎么走下去 比较重要 天空和土地 要与其他生物共享